Jason 其實想問一下你 怎樣評估那個美股的走勢 如果一旦真的停火 美股是否可以進一步上升 還是你覺得中期來說 都是會受那個加息部分影響比較大 你說聯署局方面 去到今年的時間 會進一步激進去加息 這件事就不是什麼新聞來的 因為過去一個多月 看回很多聯署局的官員 或者那個議會議上面 都開始給了這個訊息出來 希望市場都是組作準備 所以即使你說 未來美國真的有個加息 或者見到債息 好像昨天那樣 開始去到一個倒掛的情況 市場就不會說一個很恐慌性的拋售 反而你說對於一些俄烏局勢 這些在一個多月之前 突然之間爆出來 一些所謂黑天鵝事件 能夠可以及早去緩和 將危機可以盡早化解 我相信對於環球市場來說 那個氣氛會有一個明顯體震的 因為始終這個俄烏戰士 過去一個多月 都令到很多商品價格 剛剛看到譬如一些燃氣價格 油價或者一些金屬的價格 甚至乎一些糧食價格 都是標升得很厲害 引發了一個所謂全球惡性的通脹 如果你說接下來雙方能夠是談得好 不是說再打下去 慢慢收復之前一些供應鏈的問題 那我相信通脹這個議題 也都慢慢是會緩和得到 所以到最後令到可能聯帥國被迫 要進一步加息的機會 也都可能會減低了一點 所以我也相信現在全球的焦點 就真的妄實俄烏那邊 是不是說能夠真的談得好呢 因為看到昨天那個會議 由土耳其的總統去到主持之下 那個氣氛就相對比較好 還有俄羅斯那邊也都認同 就說烏克蘭願意去做某程度的妥協 俄羅斯方面也都會是 接下來會積極去考慮下一步的行動 所以我相信以過去那幾個星期 俄羅斯都叫做是苟公不下 烏克蘭方面也是富裕頑抗 那對於你說俄羅斯接下來要再打下去 我覺得那個的難度都是越來越高 那會不會現在雙方都找一些理由 找一些藉口都希望可以有個落台階 特別俄羅斯方面都希望都可能盡早去結束 所以如果你說這個事件可以慢慢淡化下來 那我覺得市場那個股值會有機會是上調一點 那當然剛剛提過一些商品價格 那些能源價格就可能是會有一個調整 那之前都受壓得比較多的一些增長型股份 包括是一些科技股也好 一些傳統的經濟股也好 那我都相信是會有一個提振的作用 我們覺得ある更多門友明昭卯 聽咫喺也有一次 阿一定要找找遊根 其實只有你 感谢观看